今天我们要讲极乐争议 到底什么是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这一辈子什么叫求生西方 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有更彻底的明了 在三十训练中风禅师就写了这句非常好的话 所以上面是一个寄送 下面是弥陀要解的解释 世界和缘称极乐 只因重苦不能轻 道人若要寻归路 但向城中了自清 世界和缘称极乐 他为什么不叫西方净土就好 为什么要加一个极乐 极就是最大的快乐 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 所以念佛你要怎么样 快乐 法喜充满 因为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极乐世界 只因重苦不能轻 那个地方称之为极乐世界 因为那里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我们往生的原因 是要离苦得乐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教我们什么 四圣地 四圣地在讲什么 离苦得乐 所以我在里写的极乐 其实它就是灭道 苏活世界就是苦极 你要从苏活的苦极 去极乐的灭道 怎么样能够了生死 出轮回 这个是极乐的争议 它说从苦到乐只有一个办法 道人若要寻归路 如果你这辈子真的要往生 你只有一条路 但向城中了自清 你要在这个滚滚红尘当中 找到真如佛性 念佛的目的是要让你能够安住在你的真如 你念佛也是只是为了回归到你的佛性 每一个主师都讲同样的话 这里我有三条苦 然后呢 有三个乐 然后我有三因佛性 偶艺大师完全是跟着天台中来解释净土中 净土中它是为佛与佛乃能究竟 你一定要用天台来解释才能够圆满 先讲苦极 再讲乐 那你才知道乐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我现在的苦 我怎么样离苦得乐 这是很现实的 每个人都想要离苦得乐 但是你到底要怎么样离苦得乐 我们现在在这里做一个人 你是个六道轮回的一份子 你一定有这三个苦 第一个叫做便义生死苦 就是你一直在轮回 一段一段你投胎做人 又做鬼 又升天 这个叫分段 就是一段一段的生命 这是最苦的苦 三界是火宅 因为三界都是苦 因为你都在轮回 你没有一天可以出去的 念佛人也没有办法说 为什么他还不懂怎么念佛 我们要怎么出去 我念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分段生死苦 那第二种苦 便义生死苦 菩萨出了轮回以后 他有他自己修行的苦 这种苦叫做便义 就是菩萨他智慧 一直转化 修行一直转变 他是不是好像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 这样子有没有苦 这样还是有苦 因为你会静静退退 那你也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法有很多深奥的不懂 菩萨也是要慢慢的修 所以这样子一知境界的转变 也是一种苦 最后呢 修行退转苦 通常我们讲两种苦 一种叫做什么 分段生死苦 一种叫做便义生死苦 但是有一种苦 是修行会退转 你为什么轮回了这么久 可能你好多辈子都是修行人 但是你都没有成功过 你有没有觉得很苦 为什么你会一直叫退转 因为你碰到境界一直洗餐身吃 所以你就一直退 你进一步退两步 进一步退两步 在生活当中就一直退 学乏还是一直退 所以我们上不去 没有办法成佛 这个苦不苦 苦 那我要告诉你 苦是怎么来的 是烦恼即来的 你所有的苦不是平白无故 你不会无缘无故今天有苦 你的苦一定是来自于你什么 你的贪生吃 没有别的原因 苦一定是有恶业才有苦 没有恶业就没有轮回就没有苦 所以分段生死苦是来自于什么 因为你爱这个我 你自私自利 所以你轮回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私 所以叫做我直 创造分段生死 那变异生死怎么来 来自于我们的什么 法直 我们以为世界万物都是真的 所以我们会有菩萨的变异生死苦 因为菩萨还不明白 一切都是幻化的 都是假的 他还要慢慢的学 我们要怎么出分段生死 要断什么 我直 怎么出根于生死 要断什么 法直 每一尊佛都是这么成佛的 没有例外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做这件事情 去我直 去法直 那在天台中 这个我直 法直 它有三个 祸 它不叫做直 它叫做祸 起祸的祸 就是你迷惑了 所以我直叫做贱私祸 因为见解上面 你觉得这个身体是我 这个叫撒加野贱 所以叫做贱祸 加上了你碰到事情 思想上起 贪起 撑起 这个叫思想上面的迷惑 因为有贱祸 因为有私祸 你没有办法出人回 阿罗汉 他就是断掉了 见祸 思祸 变成了一个 无我的圣人 他就出轮回 你只要去了我 你就出轮回 那法直有两种 叫做 成沙祸 跟无名祸 菩萨呢 他还有成沙般 像沙子这么细的烦恼 因为他对宇宙万物 对始法界不同的众生 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每一个人 因为他要度每一个人嘛 所以始法界的众生 他还不太了解 这个祸像沙子这么多的不了解 这个也叫做所知诈 你知道的东西障碍你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见祸叫烦恼炸 也叫做我执 法直 有成沙祸 还有根本无名祸 主要是这个根本无名祸 你不只觉得我是真的 这个是见祸 你还觉得无名 你觉得宇宙万事万物 都是在你心里头 以外发生的事情 你不明白 你有本具的佛性 不知道你本具真如 你每天迷在境界当中 跟着外面的境界走 不知道你有一个真如佛性在家里 心里一直弯弯去攀缘 所以这个叫无名祸 如果你能够放下这三个祸 你就可以成佛 那第三个苦 修行退转苦 为什么会这么苦 因为它会让你要修三大阿僧奇迹 其实成佛需不需要三大阿僧奇迹 不需要 因为你每天静静退退 所以要这么这么长长的时间 那我们说念佛往生 要几天 七天 有没有打佛七 因为七天 你就可以出轮回 七天比什么 三大阿僧奇迹 快好多好多 有没有 那你要会念 会念就是真的可以去 真的快这么多 现在来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快乐 跟这个相比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极乐世界的快乐 叫做一生解脱乐 原来你可以横操三界 横的相反是什么 树 树就是你慢慢修 修别的法门 慢慢修 修出去轮回 真的要三大阿僧奇迹 可是念佛往生是怎么样 横的 横的就是 好像一个竹筒 你是一个蚂蚁 慢慢爬 要三大阿僧奇迹 如果你旁边这里有一个洞 你就怎么样 你就出来了 这个叫什么 横操 竟然念阿弥陀佛 临终的时候 你只要信愿行具足回归你的本心 正念真如 你就可以横操三界的分断生死苦 三界就叫做分断生死苦 所以念佛最好的好处是 可以一生解脱 所以我们说这是最后一生 除非你不好好修 那就有累世节的轮回在等着你去 再来第二个快乐 一生安养乐 极乐世界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安养 就是永远安乐的地方 一生安养的快乐 西方极乐世界有第二个很神奇 这是横拒仕途 这个又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力所成 每一个佛 他就都有他自己的佛国 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所成 那每一个净土都有四个图 凡胜同居图 方便友谊图 时报庄严图 长极光净图 这四个图都要看你断货的程度 你往生去哪里都有一定的标准 怎么样去凡胜同居图 你要福建之货 这个建表示果子 你一定要福我之 所以你不要说我念这句佛就好 我不用福我之 我不用修 我就是念阿弥陀佛 不可能 你连这个土都去不了 什么叫福 福就是说我断不了 但是人家骂我 我可以福住 我可以不生气 我可以福住 我很爱吃 我可以忍耐 我可以不贪 不撑不撑不傲慢不嫉妒不烦恼 你可不可以服 这个是往生的标准 是你现在怎么样 服烦恼 来来来 如果你要到上面好一点的土 你要到方便有一土 你要怎么样 建丝全部断掉 建货跟丝货 八十八十 八十一品 加起来一百多个的 我们只是讲建丝货 其实它有八十八十 八十一品 一个修成功的阿弥陀 如果他念佛求生西方 他就直接去方便有余土 有余就是他还要继续修上去土 去上面的十报庄严土 慢慢上去 所以叫做方便有余 所以他还要继续修 叫做有余 再来第三个土 十报庄严土 菩萨他们去了我职 才可以到这里 他现在开始分破无名 正法身 破一分无名 正正法身 已经是法身菩萨了 你才有可能去十报庄严土 如果你每天可以安住真如 每天好好的学大圣的佛法 你可以把我直断了 你还可以放掉你的无名祸 就是你不知道你是佛 你每天跟着外面的境界逃 你把这个法制放了 你就可以去十报庄 真实的真实的破我直断法直的人 我才可以到这个非常庄严的土 再来第四个长极光土 无名要断静 断光光啦 有四十二品的无名 每一个货都有很多很多品 所以才要修三大阿僧奇节 因为很难断 修行学佛 只是一个断烦恼的过程 你要出轮回 你要成佛 就是这个过程 西方极乐世界 它的秘密在哪里 它这个四个土是怎么样 横排的 其他的国家是一个一个上去的 凡胜同居土 方便友谊土 十报庄严土 长极光镜土 它是这样的 下面的人 见不到上面的人 但是阿弥陀佛 它大慈大悲 它让我们上善于处 这四个土是怎么样 全部只在一个地方 这是弥陀要讲的秘密 阿弥陀佛 他就是这么慈悲 因为他知道 你必须跟圣人在一起 你才有办法断法职 你要跟断了法职的人 学怎么断法职 如果你一直跟那些 比你差的人 你可以学 你比你差的人 你有什么好学的呢 你就是要跟 比较厉害的人学 上善一处 仕途是横距 不管你往生到哪个土 大家全部都在一起 这是阿弥陀佛 大慈悲愿力 所感召的世界 一生 你就可以永远的安乐 成聚是土 你马上就要去一个地方 全部的圣人 都跟你坐在一起 所以你很快断我职 很快断法职 一生解脱乐 是配着分段生死 一生安养乐 是配着便利生死 一生成佛乐 是配着修行退转谱 以往生西方 就圆正三不退 人家要修三大阿僧奇节 但是你一去 圆正就是当下 到那边 你就三不退 你都不知道三不退 要修三大阿僧奇节的 但是到那边 就直接送给你 胃不退 情不退 念不退 胃不退 就是他能够入圣流 不堕凡夫的胃 你就成为一个圣人 圣人叫什么 阿罗汉 永远不会再退成 比一个阿罗汉差 有我值的人 就是没有见识祸 那这个行不退呢 这个菩萨行度众生 永远不退 行不退 菩萨度众生的愿力 永远也不会退 就是假观成就 空观破见诗祸 得到会不退 假观破成沙祸 得到行不退 中观破无名祸 正得念不退 念念都入梭婆落海 苏婆落海是佛的一切种字 你每一个念头都不会退步 所以我们说 性怨行 我的怨是背上这个 所以我有怨 我有真实的怨 你有没有真实的怨 怨可能是口头怨 没有真实怨 真正的怨 要来自于身解佛法的意理 才会懂 才会真的发怨 为什么我一定要去 横超三界 横拒仕途 元正三不退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可以横超三界 为什么可以横拒仕途 为什么可以元正三不退 因为我有什么 佛性 我的佛性 跟我密陀佛的佛性 没有差别 虽然这是他愿力所成的世界 但是我的佛性 跟他的完全是一个的 十方三十楼 共同于法身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再凡不减 再胜不争 是因为这一个道理 所以我才能够横 因为是我心本具的 我心本来就没有轮回 我心本来就没有我执 我是真如佛性 我哪里有我执 哪里有法执 那白白都是假的嘛 所以我才可以元正啊 因为是本具的 本来我就没有见识或 承杀或无疑或 我本来就是 这三种佛性 整个妙法莲花经 法华经 都是在讲这个 那弥陀要解 他就是华言的奥仗 法华的秘水 整个华言经 法华经 都在一句 阿弥陀佛里头 我只要你懂 你不懂 你就是随便念阿弥陀佛 你懂 他就是法华经的全部 三因佛性 每个人都本具 极空 极甲 极中的心 那在这里叫他离体的时候 我们就叫他三种佛性 空观会成就 因为我有 了因佛性 了是照了 就是我有智慧啦 因为你知道一切都是假的 这是般若空慧 我真的有空性的智慧 没有我可得 你真的放下了 所以你回归你的了因佛性 你如果假观能够成就 那你就认得 圆因佛性 圆它叫做善缘 空观是我们的清净心 假观是什么 菩提愿 一个菩萨他不只自己去我直 他要去法就是他去度众生 所以这个有善的助缘 你常常去行善 空观其实是智慧 假观是慈悲 菩萨姿势就有两个 智慧具足还有呢 慈悲具足 这样子平衡了 就是你的正因佛性 一个人怎么可以成佛 就是他有了因佛性的智慧 照了的智慧 他又广行所有的善行 这个叫助缘嘛 它叫做原因佛性 它也叫做原因善性 这是我们的善良词 悲爱 这个就是菩萨的助缘 假观成就了 就会正的原因佛性 两个都平衡了 叫做正 正就是平等 就是空跟有 没有偏一边 这个是空 这个是有 就是说 我又要放下这一切 我又要爱众生 我又不执着这里 我又要行菩萨道 有没有难 菩萨就是要能够balance 能够平衡 我又广行菩萨道 大做梦中佛事 我又一点执着都没有 这个就是佛 当你平衡了 就正 因 佛性 所以我很喜欢这三个佛性 听了有没有很有力量 空观成就你就成就 一切自 就是一切都是假的 没有我可得 我是一个虚假 我自己想出来的我 五阴皆空 没有我可得 你要是了解了五阴皆空 就是一切自 放下了 简私祸 我放了 ok 那道种自 就是你用不同的道法 度不同种的众生 你破了什么祸 成杀祸 再来 佛呢 一切种自 他破了什么祸 根本无名祸 他不会再觉得他没有佛性 他完全清正他的真祸 这是他的离体 这是他本来的样子 我们的本地风光 就是极空 极甲 极中的心 就是一切自 道种自 一切种自 那这三个也叫做 三德密藏 就是佛有三身 法身 报身 印华身 法身就是正因佛性 就叫做法身的 就是你真祸的本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性 真祸的那个离体 就是做法身 看无形无相 看不到的 今天有个外国人问我 诶 那每个人法身一样吗 诶 外国人还很会问 呵呵呵 还很开智慧 法身其实人人本具 都一样的 其实是一个法身 十方三四佛嘛 共同于法身 无形无相 但是我们全部是一个法身 其实整个宇宙都是法身啦 那再来 道种自 我们会得到什么德 解脱德 菩萨 因为他一直去度众生嘛 所以度众生是什么生 化化身 那空观 我知道 把我之放掉了 一切都是空的 这个是什么 般若空会 般若的智慧 开选了 这三个都是怎么样 本具 你不是学来的 天台中讲什么 兴趣 你从来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在轮回搞坏的 呵呵 这个是你的外相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你从来不是这个样 你一直从头到尾 不管你轮回多久 你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往生西方 其实就是回归真心 你现在可没去极乐世界 可以 当下就可以 我们不是等临终佛来接我们 我们是真的明白 自己的佛性 跟阿弥陀佛是五二五别 你当下放下你对境界的执着 放下你的烦恼 放下你的祸 你当下你就是谁 你就是阿弥陀佛 那你再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跟你刚才没有听到 念你不一样 不一样 你刚才如果你念佛 是以这样的智慧念佛 那恭喜你 你会成佛 一定会往生 今天是告诉大家 极乐的真意 到底什么是往生 这一辈子 是我最后一生 我一定要往生 OK 再复习一下 我们有什么苦 分断生时苦 便意生时苦 修行退传苦 极极乐有什么乐 一生解脱乐 一生安养乐 一生成佛乐 那这三种乐怎么来 恒操三界 恒聚四土 原正三不退 这些都是因为我有佛性 所以才成就的 才可以离苦得乐 那所以我本具什么三因佛性 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 正因佛性 也叫做什么 波耳德 解脱德 法身德 所以你有没有本具三生 佛的三生 你都是朋友 我们讲了很久的 华言念佛三昧 是同样的道理 华言经 跟法华经 所有的经 都是在讲这个道理 所以念佛你要念到什么 三生啊 你不是说念佛法身吗 念佛报身吗 念佛印花身吗 这个怎么念出来 从一句什么 阿弥陀佛 你就念到了三生 开悟了吗 快乐了 OK 恭喜大家 新年快乐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外面同朋友 谢谢